稍早一點半的時候 大家的手機有沒有準時的響起這個國家級警報呢 沒錯 因為今天從一點半到兩點 就是國家這個萬安演習開始的時間 那麼在我所在的這個台北捷運的大安捷運站裡頭呢 已經在進行了這個疏散的作業 那麼稍早這個警報聲響起之後 外頭的狀況又是如何 我們馬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這個畫面中呢 外頭啊 不管是路上的行人還是車輛 其實都是要來進行這個停在路邊 而且呢 人也一樣喔 不可以留在車子裡面 都必須要來找到這個安全的避難地點 也就是說大家不可以留在車上要到指定的地點去喔 那麼不配合的人呢 最高可以開發這個新台幣十五萬元 那目前可以看到在外頭這個警方呢 是在書島外頭的這個還在路上的車子 不過在我們雙鐵捷運 也就是地下的這個大眾運輸工具啊 還是可以正常行駛的喔 不過注意了 是指進不出 也就是代表說 大家雖然可以搭捷運 但是不能出展 要來去這個捷運的人員指定的地點 等候 等候確定這個兩點 外安演習結束之後呢 才可以來出去 所以說也是請大家要來配合中央指定的這個地區喔 那麼其實稍早呢 北市啊 在這個信義區的廣居裡 也是開始了進行這個防空疏散 疏散的這個試行喔 而且它也是那個全台 全台北呢 首度實施這個全市防空疏散的地點 而今天呢 我們可以了解到喔 現在這個車輛必須靠邊 警察跟這個民房人員也要引導這個車上的人 趕快到究竟的防空避難所來躲避 等警報結束呢 才可以回到車上喔 包含這個街道上 機關學校 大眾運輸 都要來配合演練 而且呢 在這個捷運的部門呢 也要避免在這個出入口來逗留或張望喔 如果說不配合的話呢 會可以依照這個民房法 第25條來法3萬到15萬元 因此呢 這半個小時 真的要提醒民眾多加留意 待在室內 盡量不要來處罰 以上呢 就是現場為大家掌握到的最新情況